按贊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 知识一点一点累积 创造财富 创造情绪 开心 这礼拜真的就是开心 真的开心 我的股票不多 你们每天收看节目你也知道 因为我讲求的是一个效率 我们要做就做最强的 那这边先恭喜第七千位的LINE好友 这个林差宏先生 我们会给你一年的会期 已经跟你联络上 我们说到做到 其实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我这个LINE还是请各位扫描 因为我今天有一份手稿 也就是我平常的研究日志 如果你有需要的 你扫描一下LINE 你可以得到它 但是我还是希望各位 你可以跟着我们操作 我今天有个宗旨 就是希望你们用小钱去赚大钱 什么叫做用小钱去赚大钱 其实很简单 你要得到我的讯息 除非每一千个LINE到一千个 YouTube到一千个的时候 我才会送一年会期 那你要等一千个要等好久 那怎么样可以用小钱去滚大钱 我想过了 你如果每天愿意省下一碗牛肉面的钱 你就会有我宝贵的讯息 你觉得值不值得 这个门槛不高 一天一碗牛肉面的钱 你可以有我的讯息 你觉得对你帮助大不大 所以就是我说的 你每天出一碗牛肉面的钱 我为你创造人生最大的财富 成功的人不会在原地等 机会要趁时趁势 用小钱滚出大钱 你说好不好 你要大声的说yes 我为什么会这样说 我三档股票各位来看一看 我这边要有个感动 就是我跟各位讲材料 讲那么久了 我真的是有切入完 我觉得每天跟你折衷 每天我不会有断过的 那最近我看到有人买到材料了 来找我 因为他希望更准确一点 怎么可以再加码 做大波段 因为你买股票 不是说我买了以后 就每天涨每天涨 我就跟你讲说 我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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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新来的人要有没有 这才是重点 我针对材料有三次跟各位讲 你要怎么买 第一次303.5 打到跌停板305 还是跟你讲说可以买 第二次就是观景币 不是最高点 四百三十块 第三次就是在前几天 我跟各位预告 他在下礼拜一要怎么样 在政教所做法座会 从那天开始就又开始有涨 就是加码点 真正高手要知道 好的股票要怎么加码 那我在这边也跟各位报告一下 因为你们说盘中有收看我连线的 现在真的是 我原来九点四十的 因为时间比较少 那他们说希望我连久一点 所以我把九点四十要移到十点四十 因为那个是最精华的时间 你盘中正在激战的时候 只有十点四十到十点五十 请你有收看我盘中节目 就请继续看 那一点的时间还是没有改变 我每次一点连完线 就用跑的来来到摄影棚 那观众朋友们还没有加入 我youtube请加入 订阅按赞分享 越多人加入 我跟你讲 这种是一种成就感 代表我们很努力 得到各位的回响 那lyout也是 我刚刚有特别讲到 你可以打电话来 询问用小钱滚大钱 你也可以加入lyout 那我为了鼓励各位 我等一下会让你看我的手稿 你如果有需要的 你在lyout也可以询问 这个才是真正的技术分析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什么叫做借捐卖出鱼 我上礼拜五 就已经嗅到这个味道出来 你不要认为 这礼拜长好像很应该 上礼拜五就应该有知道说 这个借捐卖出鱼额 已经有人在看说 要不要去嘎它了 你上礼拜五 你看不出来说它会长 我从上礼拜五 每天就跟各位开始 在做这个对比分析 我都跟各位讲 借捐卖出又多了 借捐卖出又多了 这是礼拜一 然后礼拜也跟各位讲说 你要注意纳斯达克 还有废半 他们都在动了 借捐卖出还在增加 会嘎 台积电站上霸凌线 外资期货再做多 这都写得很清楚 然后礼拜三的时候 还是跟各位讲 这个已经站上这个季线 外资一天买了一万多口的多单 未平常来到两万五千多口 这就是开始要嘎了 台积电也正式站上了半年线 要挑战季线 我这都写得有够清楚了 那昨天的时候纳斯达克又再继续涨半年线跟年线黄金加钞 我也跟各位说了 对不对 那外资又继续买 这你都看得很奇怪 昨天台积电的ADR是涨了五点八二趴 那这是今天 今天我在盘中我又写了 我说你看废半 他站上所有军线之上 那他可以站上所有军线之上 而且他要挑战 我们家全只说挑战 你记一下 你记不起来的 你就拿那个 等一下YouTube重看一遍 这个缺口会来 我已经写在上面 然后昨天的借券卖出鱼 结语他终于 降了九万 有点认输了 我没说错吧 看超越巅峰节目 你才可以有这种sense 真的真的 这是我的手稿很重要 你如果有需要的 你就会知道 你看礼拜一的时候 为什么华硕跟技嘉 那时候我开始讲技嘉 我这边都会写得很清楚 都会写得很清楚 包含今天盘中有看我在讲 解镜像电 早上在解镜像电的 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镜像电 因为掌停板 还有创意 也是盘中五月二十号的时候 站上季线 一百零三点五 今天你看涨多少了 我给各位看一下镜像电 你看我盘中功力够不够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涨停 我盘中在这个时候解的 我怎么解的 我讲的很清楚 你们就可以去看 我说法人他愿意用跳空的方式过形态 又带大量 他只有往上攻 他没有办法往回 一往回的话 这就不叫跳空过形态 有没有 这个各位要学会来 你看 他不是用强攻的方式 他反正跳上来用106 为什么 因为之前的高点就是刚好106 你要想 一个法人用更多的钱去往上开 他是不是花更多钱 昨天收在一百零三点五 他今天居然直接跳106开上去以后 还打下来 再测试一次106 那时候刚好在盘中免线 我都像你这种个股 只能往前涨 不能够来回补缺口 因为昨天外资大买 我给各位看一下 昨天外资买了8000多张 这就我盘中节 所以这盘中很重要 包含我再给各位看一下 这创意 在5月 当时5月2号站上季线 我们来看 这都是很重要的技术分析 你看 我们是不是讲说季线往上 跌破季线 葛兰币八大法则都是买点 他又重新站上季线 那天是1035块 结果今天来到1280 观众朋友你要会看 有一种形态突破的 这都是有意义的 他为什么会带量去过 因为他又过了一个新的景线 今天又创历史新高 这个你如果在盘中没看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过 这题外话 你有需要我这手稿 我这手稿 我不是要拿来拍卖 你要了解说我的想法在哪里 你用lient可以跟我们索取 我今天我送给各位 来 这叫台积电 不会看台积电往这里看 去年我就讲390附近就是买点 虽然跌到370 我还是不放弃 我说五年线是大买点 这是背离 你现在买不到 那么低的价钱 那443块回撤季线是买点 这个当时也有讲 涨了103块 这你们都看过了 那这一次我是在半年线 穿越年线的时候跟各位讲489的 那这几天台积电刚好来到下降压力线的缺点 我认为会过 我这已经交代有够清楚了 你们每天有说看完我的节目 你都很清楚 那他现在就要挑战这个连接546跟539的下降压力线 我认为会过 我讲在前面 那接下来讲这个 我真的很感动 因为有些人被操作模式感动 我应该是最早在节目中 我知道很多人有讲材料 我也跟主播分享过买股票的经验 我说你们那时候会觉得300多块很贵 我应该是第一个在节目中跟各位讲 你把它当作30几块的股票买10张 你们有听过吧 你如果30几块股票买10张 你就不会觉得贵了 就从这里开始 我跟各位建立起材料的一个缘分 我也知道股票有时候会被误杀 所以他有在3月1号的时候打到跌停板 我相信那一天很多人手上有材料的就不解了 因为会担心害怕会受伤 我一样在节目中把它印出来跟各位讲 已经公开303.5买 就有基本的就算跌停板我照讲 你们可以回去再看也是没有关系 所以他在上来的过程里面 我不断的跟各位讲 有基本面座后盾拉回就是买点 所以你们看 我跟各位每天这样相处的材料 一直到495块的高点 涨了191块5毛 他就要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要等 你不需要每天去看他 这时候要等 到4月17号的时候就要等 等4月26号那一天 我跟各位讲今天分盘交易是最后一天 我是直接跟你明讲的 你们也也许有些人看到很多人讲材料 你都觉得好厉害 可是有人是从这一天开始被我感动的 因为我直接在这边写了一个英文字叫BUI 我再买给你看 因为我知道分盘交易不是最高点 然后第二天还达到411块 对不对 你就看他又涨上去 又涨上去 其实这都只是过程而已 过程不代表什么 就代表你拥有 而是他涨上来以后 你什么时候你又可以发觉说 还可以再买 你一定是要等他有机会的时候 你才跟观众朋友们讲说 像这种股票什么时候还可以买 就在礼拜二的时候 你看到我节目的时候 我说证交所法说会 对不对 我说要办法说会了 有没有人这样提醒你 每个人都有材料 我知道只要早上来大家都有 我第三次提醒你是在5月22号 我是要办法说了 我跟我所有的会员讲 你没有上车就赶快上车 你们都看在眼里 我也不用多讲 今天最高是585 我第三趟我没有把它加进去 这就是我让你知道一个心路历程 你可以从很低点就有材料 但是你只要知道 因为你做了材料 很多人会因为做了材料赚到钱 想要来找你 他知道说未来会到哪里 那你要带他找机会再切入才对 所以他一定有很多点可以让你切入的 比如买到了打到跌题那天又是一个切入点 比如分盘交易不是最高点那也是切入点 我讲的有过清楚 比如他要到证交所办法说会 那一天也是切入点 那至于这个你们就在基本面 还没看到了 请观众朋友们 你在YouTube的频道你重看一次 好不好 我就不再赘述了 这就是我材料的心路历程 有人因为材料感动到来找我 我谢谢你 有在收看节目这一期 谢谢你 当然有人更因为技嘉而感动来找我 我只能讲之前这个三重底 你们只是会认为说 杜老师你技术分析很棒 你知道他又喷了 那又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很多人会看底部形态 所以真的没怎样 你们会做比较分析吗 我当时我说技嘉会超越华情 现在技嘉超越华情 而且技嘉连 观众朋友们 技嘉现在连维星都超越 比他多了七块钱 你们要我讲什么 他不仅超越了华情 华情根本 华情现在137块5 技嘉来到164 维星今天157 那怎么会这样 你们觉得比较分析重不重要 这叫比较分析 我还有买的时候 可以再买 我又再告诉你 对不对 我不会说我买了 就一路这样爆 我可以买 我再告诉你 在3月14号 我还有一次我又告诉你 只是你们有没有 仔细的收看我节目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说 他会继续长 就在这礼拜一 华老师真的还假的 你给我看一下 你礼拜一怎么讲的 我礼拜一有没有拿这个华硕 跟技嘉拿出来讲 我说华硕没有赚钱 只是亏损缩小 都能够跳上来碰到这个景线 这边还写307块景线 那技嘉是不是受委屈 你们去看一下我礼拜一的节目 我会有没有这样讲 有的话 有很多人因为 看了我节目 感动去买到技嘉 这是礼拜二的技嘉 这是礼拜三的技嘉 这是礼拜四的技嘉 这是今天的技嘉 我告诉你几乎就是叫做全雷达 为什么 你看一下现行图 他是这样子涨的 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你自己看一看 那么大型的一档电子股 能够这样子连续四天这样涨 你认为还有哪一档电子股比他强的 今天有很多跟AI有关的 资安有关的股股 昨天涨停拉到跌停 那很多人吓到不要不要的 那你们为什么不买技嘉呢 我可以买 我已经三次跟你报告技嘉了 从当时出现底部形态 我说要喷了 然后117块5吗 我说可以买 到这礼拜一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说 华硕没赚钱 技嘉赚钱太委屈了 观众朋友们 一点都不委屈 我硬的时候只有来到163块5 事实上技嘉今天最高来到164 好不好 又再创波段新高 为什么会那么强 因为NVIDIA的股票 在昨天涨了4.97% 从1月6号的140.34 涨到昨天的318.28 涨了127% 技嘉根本没有涨那么多 两趟加起来都没有它那么多 你觉得够了吗 想要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股票会涨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个节目再见 谢谢 真的每天这样真的时间不够 技嘉这礼拜应该是 让各位值回票价 你都没想到会那么强 下礼拜还有 有啦 这是技嘉的基本面 我就不再赘述了 其实它最主要的主力产品就是RTS4070 在昨天的这个新产品发表也已经有讲了 其实跟我当时写的也差不多啦 你要特别留意 技嘉新产品跟NVIDIA有关 抢说AI 这是他昨天的 两趟加起来涨了115% OK啦 非常好 那当然我们在4月20号那次电视演讲 送的星星也不错啦 因为星星这个WD已经建构OK了 我觉得很棒 那他 警线过了 大家你要知道 警线过了意义非凡 意义非凡 你不要说 好不容易打了一个WD你就卖掉了 这个会很可惜 这个会很可惜 昨天外资又买了一千两 一万两千多张 农资减农券增加 这张股票在仰空 特别留意在仰空 投信连续买了二十天 投信连续买了二十天 有空自己要看一下警线的位置 你以后看你就知道了 这个你还不会看 那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跟各位讲 你看我节目看那么久 连这个都不会看 那我也没办法 这个用尺带量都没有那么准 好不好 那我就不再赘述了 手上有的就请你报老一点 这就星星的基本面 为什么人家把它调高到两百零三 可能就是算一比一的最小满足测课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好不好 那这档当时也是WD 跟各位讲充电桩概念股 这一档不会输给亿加低价股 那个三月份讲的充电桩概念股 今天又在创新高了 我都是用月K线选股票 这是当时它的比较表 应该大家都有印象 我不会每天讲 因为有些股票 坦白讲它走得比较慢 但是走得比较慢 一旦有创高了 我们再来跟各位分享 你就会发觉说 当时这些基本面还真的不错 它就是跟充电桩有关的 今天又创了波段的新高 从我跟各位报告完以后 涨了将近四成 那你看一下 是不是 就是你在日线上你就看不懂了嘛 你在月K线看的话就很清楚了嘛 它租了一个那么漂亮的底部形态 这里一个底部形态 底打得有够工程的 底怎么看 我画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这里就是一个底部形态 当这个底打完以后 有没有 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底部形态 它就开始连续四个月的往上 做攻击形态 这样各位看得清楚吗 这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底部形态 往上攻 所以当时跟各位讲说 它不会输一家 各位这样你想起来 有了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W底的一个底部形态 一个攻击 所以观众朋友们 你遇到这周末的时候 要来大家想一个问题 你想不想用小钱来滚大钱 这方法很简单 我所谓的方法很简单 你可以打服务专线来问明确一点 但是我就这样子跟各位讲 你平均 刚刚捷御有人问 这碗牛肉面会不会很贵 五百多块六百 没有 正常来讲的话 现在以台湾的物价水准 以台北市来讲 一碗牛肉面大概定在两百块都差不多 一碗牛肉面的钱 你每天出一碗牛肉面的钱 我来帮你创造人生最大的财富 你觉得值不值得 大家去想这个问题 你一天出一碗牛肉面的钱 我来帮你创造人生财富 你觉得值不值得 成功的人不会在原地等 你要机会要蹭时蹭势 你想你这礼拜光是一档股票 我不要讲材料 不要讲信息 就记家就好了 你有看哪一个分析师跟你讲记家的 像我这样跟华硕去比 你如果找到第二位 你也找第二位 你举证给我看 我免费带你一年 我敢这样讲 因为一路走来 我觉得很多股票会重复 但是像我这样子跟你分析记家的 如果你找到第二位 用小钱滚出大财富的巅峰 我说超越巅峰 这是财富的巅峰 你说好不好 我再问各位 如果我现在在办演讲 我问各位 用小钱滚出大财富巅峰 你说好不好 你们就大声跟我讲 YES 那下礼拜你就有新的WD的 所谓的标股 用小来换无限大 只有今天 就这个礼拜 因为我很开心 你看到我的股票 不管是材料KY 不管是技嘉 不管星星都一直往上走 就算 电视跟你解盘的台积电 也已经来到了下降压力线 再包含全台又创了 这一波波段的新高 最划算的买卖 轻松等着赚标股 长大的大波段获利 获利超车速度决胜负 就是我今天跟各位讲 用小钱来滚大钱的 你们务必要参与这个盛会 我这有服务专线 我说真的 你常常收看我节目 看那么久了 如果自己做得不好 或者跟别人做 做不好的 你就来找我吧 你找我不是说 我今天lite来跟你诉诉苦 我希望你加入lite 把股票 我帮你分析完以后 你要跟着我的股票来做 而不是我跟你讲解完 说你的股票要出 或留以后 你还是在原地踏步 这样就不对了 你要跟着我做 认明真正的超越巅峰的节目 你试想一下 我每天准时来在这个频道 每天盘中 又跟各位相处在10点40 和1点两个时段 帮各位保护的好好的 你看看有谁那么认真 我再讲一下 下礼拜是10点40 还有一点 这两个都是最黄金的时段 那还没有加入YouTube 请加入YouTube lite我刚才也说过了 你可以借由lite 来参加我们 与小滚大钱的这个计划 那你当然说 你要看我手稿的也可以 你lite有进来 我手稿我送你OK 但是我最希望的是 大家能够怎么样 跟着我们 你用一碗牛肉面的钱 用小钱来滚大钱 这是我这礼拜 我给各位最低的一个门槛 因为我蛮开心的 看到材料这样子涨 看到技嘉这样涨 看到星星这样涨 看台积电这样大涨 看到全台这样大涨 我决定 本周我们就是 希望各位能够用小钱 一碗牛肉面的钱 来滚大钱 服务专线来找我就对了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特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